可以的 下一件訊息是 現在中國丟了很多氣球來 而且這些氣球 真的都經過我們的軍事重要地方嗎 因為中共越來越厲害 為什麼呢 它不斷在修正 它知道那麼在台灣選舉前夕 如果有太大的這個軍事的動作的話呢 會導致於台灣人民反感 所以呢 你們有發現這一次呢 它不是用大量 像這幾天大概十幾架戰機 四艘軍艦這樣來 但是它從元旦開始 幾乎每天都放這個所謂的高空氣球來嘛 每天幾乎都來 都來 都來 連紐約時報都講 台灣大選前 台海上空 中國氣球激增 而且這次的氣球 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 是什麼呢 它有意無意地故意 避開我們海岸線的一些 這個雷達多的地方 然後呢 那麼試圖要接近我們 一些相關的這個 等於說軍事要 比如說清泉缸附近 但國防部都不會告訴你 國防部只會告訴你 這個等於說氣球來幾顆 大概掉到那邊 為什麼 因為不排除中共 也是借這個機會 它一方面要戒血 但另外一方面呢 它用柔性 比較柔性的這個等於說 壓力給你 但另外一方面呢 也不排除它 它利用高空氣球的部分呢 在試圖要 那麼收集我們的一些情報 軍事情報嘛 其中尤其是我們 樂山雷達 這些精密雷達的 這個監控狀況 我如果國防部一直 一直呼應你 一直幹嘛的話 中共可以反收證回來 知道你樂山雷達可以怎麼樣 所以就可以解釋 那麼他們呢 他們從這個戰機過來 從這個直接戰鬥機 運輸機 然後再來換成什麼 直升機 直升機甚至於有30公尺 那麼直接上來以後 我們那時候要故意喊給他聽嘛 你的直升機30公尺的地方 為什麼 我就跟你講說 我看得到你 但是國防部有一次露了信 為什麼呢 因為在公布中共 不是說有很多型號的戰機嗎 然後會公布 大概有幾個飛行的價值嗎 但是呢 算一算鬥起來 那個價值不對啊 為什麼 你說有很多型號的戰機嗎 然後會公布 大概有幾個飛行的價值嗎 但是呢 算一算鬥起來 那個價值不對啊 為什麼 事實上中共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悄悄地把殲20也 飛進來試試看 就被我們逮到 但國防部不會跟你講 所以這支氣球呢 過來的時候呢 我告訴各位 中共不是第一次 放這個高空氣球來了啦 放最多的反正是我們 我們的長風計畫 萬里計畫跟飛龍計畫 總共放了幾十萬個氣球過去 那時候氣球 包括宣傳用的 包括民生物資用的 然後中共還真的 出動米格機去攔截 今天有網友說 為什麼不把他打下來呢 我告訴各位 中共在我們放了大量的 那種高空氣球過去的時候呢 他們也出動了米格機 後來發現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不打 不划算 所以呢 乾脆的米格機就回頭 小朋友 好 arkadaşlar 說 我們可以 我們在一起 再次 我們在一起 我們快點 去 走 我們可以 吧 我們可以